7月18日,2019江西国际移动物联网博览会在江西殷潭龙虎山开幕,活动以5G融合,万物质联为主题,乌鹤权,尼光南等知名专家参会。 活动期间,记者在该景区体验了国内首个5G智慧主法项目。 卢西河主法游览是中国第八处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龙虎山景区的重要旅游项目之一。 记者刚登上主法,导游许柳边告诉记者,整个核心景区都已经覆盖了5G信号。 在主法上,除了能正常使用5G手机外,通过主法上水壶般大小的5G转无线路由器,整个游览过程中都可以进行5G网络连接体验。 此外,每搜主法前都装有一台高清直播摄像头,以对游览的安全进行监控,和让游客对游览画面进行实施分享。 这个系统的话呢,是我们龙虎山景区的话呢,是全国唯一一个呢,对主法项目实施智能监控的一个景区。 可实现呢,对我们景区的所有的主法实施呢,超出围栏监控,安全生产监控,和结合后台的智能调动功能。 我们可以呢,在主法上通过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对我们主法的上面的视频呢,实时的反馈到我们的手机客户段,并且呢,可以上传到我们的景区的大屏幕上面。 据介绍,包括5G智慧主法在内,龙虎山目前还推出了人脸识别门禁,北斗加智慧调度,AR智慧导览,智慧停车场等9大移动互联网下的智能应用。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龙虎山更多的希望能通过物件网的技术手段,比如说跟英雄商合合作,跟华为重新的合作,利用他们5G的技术更好地去做物合物之间的传输,更好地用物体重新的手段将龙虎山优美的资源通过视频的手段来进行传播。 这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后期我们的5G的这种运用,为龙虎山带来更多的,更期待的场景。 记者了解到,江西作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移转化试点示范基地,英潭市被确定为示范核心区,将通过先行先市打造物联英潭,走在物联网产业的前沿。